3月28日大事迹,国民党向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。 1.国内大事迹,1272年3月28日,元朝改中都为大都746年前,1272年3月28日,原至元九年2月27日,忽必烈下找改经时,中都为大都金北京,并见中书省属在此。 大都城是当时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,它的布局是城外有阔城、黄城、工城三层、外阔城周长2.86万米、南北路长、城县长方形、四面共有城门11座。 1931年3月28日,国民党向红军发起第二次围剿。 87年前,1931年3月28日,国民党南昌行营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不属就需。 3月28日下达总攻击令,间隔部4月1日开始分纸向苏区攻击前进。 此次战争红军取得最终的胜利,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苏区的范围。 其势力从江西南部伸展入福建西部,毛泽东也又一次证实了自己的军事才能,更加稳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 1938年3月28日,北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。 80年前,1938年3月28日,梁洪志在日本的扶持,下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,管辖江苏、浙江、安徽三省德迪战区和南京、上海两个特别市。 2038日,梁洪志任行政院长、温宗瑶任立法院长、维新政府成立后,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、设立药缸等一系列协定,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,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。 2010年3月28日,浙江吉利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签署了吉利收购沃尔沃协议。 8年前,2010年3月28日,涉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,在沃尔沃总部所在地瑞典哥德堡,签署了吉利收购沃尔沃协议。 2、国外大事迹。1871年3月28日,法国巴黎公社正式成立。 147年前,1871年3月28日,巴黎公社委员就指,巴黎公社诞生,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,庄严地宣告成立。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,推翻资产阶级统治,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。 它的实践,丰富了马克思主义,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术, 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。 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,是死如归的精神将勇垂史册。 1910年3月28日,法国人法布尔成功试飞第一架水上飞机。 108年前,1910年3月28日,法国人法布尔成功试飞第一架水上飞机。 水上飞机,能在水面上起飞,降落和停泊的飞机,简称水机。 水机分为船身式和浮筒式两种,前者具有按水面滑行, 要求设计的特殊形状的机身,称为船身。 后者一般是把陆上飞机的起路架换成浮筒。 船身式水上飞机又分为单船身,是和双船身式两种。 1920年3月28日,海军上将霍尔蒂夺取匈牙利政权。 98年前,1920年3月28日,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落实, 控制了新的欧洲国家匈牙利。 匈牙利结束了贝拉库恩的共产党领导和罗马尼亚人的占领, 霍尔蒂是奥匈帝国海军的最后一位总司令。 1939年3月28日,西班牙内战结束。 79年前,1939年3月28日,弗朗哥的军队穿过接垒,控制了马德里。 40多万共和军在一些城市相继投降。 从此,长达32个月的西班牙内战结束,在内战中有50多万人丧生。 1964年3月28日,美国阿拉斯加南部的威廉王子、海峡,发生阵级位里是9.2级大地震。 54年前,1964年3月28日,3036分13秒当地时间27日17时36分13秒, 美国阿拉斯加南部的威廉王子、海峡,发生阵级位里是9.2大地震。 死亡178人,经济损失约5亿美元。 是北美洲,也是北半球有史以来,阵级最大的地震。 此次地震破坏性虽然很大,但由于当地人口密度相对较小,遭受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比较轻。 1967年3月28日,托里古号邮轮泄露大量原油。 51年前,1967年3月28日,一个巨大的游流威胁着法国大部分海岸, 从布列塔尼半岛到卡迪根半岛,数千只海鸟从黑海起飞,羽毛沾满原油。 这次事故是由于托里古号、超级游轮,在英格兰康瓦尔外海处焦造成的, 机械故障加持天气恶劣是肇事的祸首。 1979年3月28日,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泄露事故。 39年前,1979年3月28日凌晨4时,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, 第二组反应堆的操作势力,红灯闪亮,气敌报警, 涡轮机停转,堆心压力和温度骤然升高。 两小时后,大量放射性物质溢出。 1980年3月28日,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喷发。 38年前,1980年3月28日,圣海伦斯山周围的火山口也开始喷射蒸汽, 火山灰于小福石,这是位于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座火山, 从1857年以来,就一直处于休眠状态。 来自美国地质观察,站了科学家,正在检验喷射物, 并让一百人离开熔岩漂浮或泥石流可达之的。 自1917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拉森火山爆发以来, 这是美洲大陆的第一次火山活动。 2005年3月28日,印尼苏门达拉岛附近海域发生8.5级强烈地震。 13年前,2005年3月28日,印尼苏门达拉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,震级为8.5级, 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 其中灾情最重的尼亚斯岛有633人死亡,50人失踪,2.76万人无家可归。 三,名人生祖生,150年前,1868年3月28日,前苏联作家马克西姆·高尔基出生于夏诺夫·格罗德。 马克西姆·高尔基,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生,405年前,1613年3月28日, 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,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草原。 孝庄文皇后,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族,49年前,1969年3月28日, 爱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病逝。 德怀特·戴维艾森豪威尔,美国唯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族, 33年前,1985年3月28日,法国画家夏加尔在法国宾海阿尔卑斯圣保罗去世, 祖,35年前,1983年3月28日,建筑学家佟俊逝世于南京。 生,82年前,1936年3月28日,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于秘鲁南部亚雷基帕省。 祖,137年前,1881年3月28日, 德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,族于圣彼德堡。 生,137年前,1881年3月28日, 中医临床加斯金墨生于贵州, 祖,113年前,1905年3月28日,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, 第一人黄尊献病逝于家乡梅州。 祖,77年前,1941年3月28日,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乌尔夫投水自杀。 祖,22年前,1996年3月28日, 日本黑金政治教父金丸信去世。 生,105年前,1913年3月28日, 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延城县东乔庄。